我想问他昨天他在盘前47元 骂了富途 骂了,很厉害 想问一下怎么部署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害怕 因为内地的监管部门就是这样跨境 非法经营 有些数据都提到 大行说截至6月底 富途证券大约三成半收费客位来自内地 富途管理层都曾经透露过 第二季大约两成的新增的收费客位来自内地 有这样的占比 当然现在是什么情况未知 现在是这样的担心 富途其实都由高位下跌了很多 现在再插多一层 如果好像有人低位骂货 应该怎么部署 骂得挺漂亮的 因为盘前48元 其实昨晚开了盘之后都没做过 开盘实际最低是50.5元 50.1元 其实变成你是骂得很大 但差不多叫最低位置之一 当然要假设后面不再下来 我觉得这样说 你骂得现在账面上说 以昨天收市价格是58.47元 你也有差不多10元利润了 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摔高水 例如说跌近6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真的可以先吃早户线 因为始终其实很难评论这件事 因为一来其实 虽然昨天突然间收市后出这些news 又说内地金融稳定局的会议 又特别提到这些因素 看到盘前富途老虎已经急插 但其实如果大家看这个事件 你看到一来 它是一些公开场合的演讲 其实又不只是针对互联网券商 又或者没有很明显点名 港富途老虎两家人 其实它其他很多互联网的金融行业 都有提到 纯粹是说跨境 那个可能类似支付的问题 所以又不是很明显针对着富途这些 所以第一点我觉得 要评论是不是透过今次的演讲 等于未来很大的监管风险 难说的 而以来就算有监管风险 你做些什么的动作去规管 也都未知的 所以这个是难说 其实股价落到这些位置 是不是等于反映了 还是会怎么样 我觉得是后面还是挺波动 或者这么说 还有实际如果当你真的有影响也好 其实实际的数字 大家都不是拿力得很清楚 就是譬如你赴图里面 刚才Irene都说 就是大家譬如一些大行好 透过自己之前的出来讲话也好 去估计大概多少成客是你内地 或者各样东西 但是其实反过来说 我想除了富途之外 其实很多香港本地的卷商 其实一向都有 都是有这些吸客的动作 其实很简单地理解 虽然那个客户可能是内地人 但是它是不在内地开 香港开户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券商在香港有牌子的 而以来它们都有香港银行 其实可以转到账是OK的 所以其实这个很难拿捏 究竟是不是真的非法 还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变上是真的难去估之后的价 所以我想现在一段 如果你说真的都这么幸运 撑得这么漂亮 可以多看高一点的 你看看 譬如今晚如果你拼它 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再是影响着 可能弹高一点点不奇怪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是可以大升 因为始终我觉得整件事是难猜的 所以你说弹回到60元附近 60元楼上这些位置 可以的考虑 写一吃股才会好些 是好啊 我也不想找到 这些公司的感觉 闪到达 conv simplesmente 味方兽的 这些公司的最新的 要是一件事宣传的